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大家好 让我们来一起阅读 特雷斯欧亚特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7月22号星期六 从他而生 凡接受他的就是相信他名的人 他就给他们能力 做神的种子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 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 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 而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1章12-13节 基督徒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升入了神的等级 重生使你成为神性的参与者 成为神类的同仁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 当你从你的生生父母出生时 你成了人类的同仁 你成为了与生你的父母一样人 然而 你从你父母那里得到的人类生命 是堕落的 是注定要死亡的 切实会修坏的 因此 他需要被神的生命和本性所取代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对你说 你们必须重生 不要感到惊讶 约翰福音3章7节 现在你重生了 神那不可战胜的 不会朽坏的和超越的神性生命 已经取代了人类的生命 这彻底颠覆了自言人的心智 想想看这样的实际 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 由他而生 难怪 约翰喊道 看啊 父给我们是何等的爱 使我们被称为神的重子 因此 世界不认识我们 因为不认识他 亲爱的 我们现在是神的重子 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当他显现时 我们必须要向他 因为 我们必看见真实的他 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二节 被翻译为重子一词 是希腊语 吞嫩 它实际上指的是 由另一位所生的 与希腊语 优词相反 后者可能不是所生的重子 使徒约翰用吞嫩 这个词来强调 你实际上是由神所生 生命中的万物 都是按照其种类繁殖的 鹰繁殖鹰 狗生狗 人生人 现在 既然神生了我们 那我们是谁 主耶稣引用了私人的话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他说 你们的律法上不是写着 我说你们是众神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 想一想你自己 就像你想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样 他是如何生活的 他所行的不平凡 经文中宣称 正如 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 哈利路亚 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因着永生的重要经历而感谢你 你神圣的生命 完全淹没了我的整个存在 灵 魂和身体 我行在公义 荣耀和胜利中 因你的神性在我里面 并通过我完全地表达出来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至十二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圣力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